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我是乙胜的主席朱之财 我在此代表乙胜团队谢谢众教会对乙胜的支持 乙胜在1986年开始 在大会的祝福和托付下 开始了乙胜事工 乙胜事工包括 短期圣经课程 主立军 少年军和少年军延伸课程 近这一两年疫情过后 乙胜也主办了乙胜1.0 乙胜2.0 乙胜3.0 和最近儿童少年军 这一切的事工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 培训和装备 教会下一代的青少年 也盼望从中提拔 有回应被神呼召的全职主工人 乙胜目前由四位董事来监督 他们来自不同的堂会 有冰城车水路的谢雅各长老 山路复营堂的陈宗登长老 文东复营堂的王贡才长老 包括我来自文亮港复营堂的长老 除了董事以外 我们也有 乙胜17位的理事 和同工 一起策划乙胜的发展 我们会在每个月固定一次的会议中 去商讨和策划 在过去的人日 以圣栽培了不少神忠心的仆人 在不同的教会侍奉 成为领袖和传道人等 今天在这后疫情的时代 青少年人的事工仍然是以圣 重要的发展事工之一 我们知道我们复营堂旗下的教会 很多已经没有 或是停止了青少年的事工 以圣希望可以 扮演一个推动和补助的角色 帮助教会重新开始 或发展这一环青少年的事工 过去这两年来 以圣也开办了网上 世间神学的课程 那么这些课题 非常的多元化 圣经补导 家庭 如何牧养第二代 基督徒如何的看待政治 异端分辨 神学论坛 社会与公平 种族 宗教 市场经济 价值观 什么是虚拟世界 原宇宙 人工 知人 基督徒如何 看时事 等等 的课题 希望大家能够 找时间access 这一连串的课题 祝今教会领袖 对圣经和实事 的 知识 感谢主 在2021年 我们举办了第一次 线上的培训 当中呢我们就看到 来自不同堂会的 青年人 愿意参加 这一个星期的培训 我们也邀请 许多 有专业性的老师 或者是一些 在教会里头 募会的一些的 牧者 来担任这个讲师 那一节呢 我们看到上帝特别的开恩 尤其是线上 我们在这个从事这个培训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而且呢 这一群的第一届的学生 他们自愿自律 参与每天早上和晚上 两堂的 不同的培训 这是值得我们安慰 跟鼓励的事 以圣的团队 目前是由一般 对以圣有负担 的年轻的同工 一同来担担 他们来自不同的堂会 有些是传道人 有一些是同工 但我要告诉各位 也有一些是过去的 以圣的校友 所以呢我们很感恩 他们来自不同的堂会 但是 却能够跟我们同心合意的 来建造 这个事工 感谢主 我们看到这些的同工 始终坚持 不斜的 为实现以圣的目标 而奋斗 以圣也在过去的年度当中 发现到 有一般的少年人 他们是非信徒 而教会需要 把他们带到主人面前 我们看到这个需要 我们就策划大概有五场的福音营 让这般的非信徒的少年人 能够听信福音 那感谢主 这五场的福音营里头 有不少的少年人 决志信主 这是上帝的祝福 也给以圣多一份的 这一方面的事工的策划 那以后的日子 我们也继续的 将会在这个福音营的事工上 跟教会一起来配合 那我们也看到 少年人他们信了主之后 他们的确需要 教会的同工领袖 继续来跟进他们 而这方面呢 以圣也可以继续的扮演 跟教会配搭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 有继续经营一些的 所谓的少年军 少年军的延伸 和主力军 主力军的延伸 还有一些的领袖培训之类的 希望这些的 圣经与信仰上的课题 能够陪伴这些的青少年人成长 这将会是福音堂 教会的一个莫大的祝福 所以希望各位领袖 各位同工 能够继续跟我们配合 让以圣的事工 能够做得更完善 谢谢大家 你在看我吗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我在以圣主力军 学到了什么 我在以圣主力军 学到了如何查看圣经 让我们知道 看圣经的时候 可以如何去观察 什么 我学到 看一段圣经 我们应该先去观察 人物 地方 时间 几时 他们做了什么 这都是我学到的东西 你有兴趣一起来学吗 嘿 你是不是也很好奇 我在以圣主力军 学习到了什么呢 我在里面学习到了 三位一体的真神 它是一而三 三而一的真神 它也有分成三个位格 分别是圣父圣子和圣灵 在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等你来参与哦 主导文提醒了我 在天上的父是他赦免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是他救我们脱离凶恶 我们每日的饮食都是他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要敬畏上帝 诶 你知道吗 圣经有四种属性 分别是权威性 必须性 清晰性和足够性 因此我相信圣经是无误的 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高的指导 弟兄姐妹们 以上就是我们在以圣主力经所学到的精华 你们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与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